全国,投资者越发担忧经济,黄金价格升至历史新高 今早,黄金价格一度达到每盎司1944美元,超过了2011年创下的1921美元每盎司 今年截止目前,黄金价格已经上涨了27%,黄金价格的飙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 随着人们越发担心新冠病毒的蔓延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,投资者正在寻找一个投资的避风港 同时,今早白银价格也再次上涨,涨幅超过6%,达到每盎司24元2毛1,也是近7年来的新高 与此同时,根据市场分析,黄金价格仍可能继续上涨 瑞士银行分析师就预计,低利率,美元展现出疲软,以及国际关系紧张,都会推动黄金上涨 预计年底,黄金价格将达到2000美元1盎司 具体来说,黄金上涨是由于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 这反映出美联储将会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低利率 另外,市场担心,由于感染新冠疫情的人数,以及死亡人数激增,会导致经济复苏停滞不前 上周公布的失业救济金人数,已经出现3月来首次上升 再加上每周的600元失业救济金申请截止,也会再次打击消费者支出数字 天下卫视记者,陈宏佳报道